老师也是押宝非电子嘛 对 好 刚刚就延续我刚刚说的嘛 既然如果要做上去的话 果安基金也好 关股航库也好 不都就是刚宪哥说的这些标的 好 那刚刚既然讲到了 果安基金讲到了关股航库 其实投信也是嘛 对 据说投信都被关系啊 不过你那天你不能给他洗面子啊 是 不是只有投顾被关系 我跟你讲 投信更重要 投信是直接政府取贿的嘛 现在投信钱更多了 钱更多啊 对 所以ETF在520那天 总要表现一下吧 对 尤其520当天还有一档 新的ETF要挂牌 那一天有一档新的 对 好 你可以看他就是赵峰 而且你看赵峰是关股的 你说他当天要不要努力一点 这个是不是非常有联想力 所以我会觉得确实 因为这一波 因为之前这个几档ETF挂牌情况不好 所以你看到现在再发ETF 就有另外一个方向了 你看到即将要升 要开始开幕的 譬如说一样下礼拜一的这一档 它的方向就不一样了 他跟你说我是要幕IC设计 以IC设计为主的指数 这真的是第一次听到了 那就不用我多解释 他叫00947对不对 对 他是首档以IC设计为主的ETF 也要幕节了 因为你看到历来台湾的股王 哪一种产业最多 不就是IC设计吗 这不就很有联想力吗 然后所以说他下礼拜开幕 那当然也要营造一种气氛 告诉你说你看这个很热 你之前虽然有那些 因为之前都是标榜高股息那种 那种不好玩的 我们现在玩这种 玩这种 比较猝蜜的 比较猝蜜的 这是不是又有一种影响力了 因为之前高股息 大家重跌率太高 对 所以我现在找一些族群是 之前可能比较没有纳入ETF的族群 没错 没错 这是很重要 这也是金管会关切的重点 金管会就跟你说 你之前高股息 因为IC设计 我说真的他殖率一定不高 因为股价都标翻 对 他的殖率都低 所以他就不会标榜高股息 所以我就是单纯就告诉你 我就是跟你拼资本利得 那再来就是 还有一个 大家也都注意到 就是日本 不要忘了 日本其实也都一直还在涨 人家去年已经涨很多 今年大幕前文指 人家还是涨比台股多 不要看到台股 对 所以你看到 也有人要发 锁定日本的ETF 这又是一个新的方向 再来还有不要忘了 债券 因为我们前面在讲降息 那现在看起来 对 现在看起来 9月份降息的可能性 可能是比较高的 好 所以新木的 因为在现在也流行 10块钱发行 对 我就是要讲这一点 也是一样把台股的这些 高股息ETF的玩法 全部都搬到债券来 第一个告诉你 我也愿愿配 第二个 我也给你10元天天价 都不就是锁定 台湾投资人的偏好吗 尤其是之前真的很惨的 这些已经发的ETF 因为最近 尤其是今天早上 你看到今年10年期 供债殖利率 一口气又回到4.3 大家知道 这一波实际期 供债殖利率最高来到4.7 它现在殖利率 掉这么多下来 短线你看到 反映在这些债券ETF 一个短线都可以涨到 3 4% 其实不输一些股票 所以我在这时候 在发这种债券ETF 我自然又可以吸引到 一些人的注意力 那这可以买吗 真的还是要放长一点 因为你根本还不知道 到底9月是不是真的会 会这个降息 那不过呢 因为这次他要发的ETF 所以如果买金融债的话 就要有放长的准备 对 那他再次发的这一档 这个债券ETF 跟原本这些比较不一样 他是锁定 第一个 他全世界 不像这些都锁定美债 你说的是00948B 对 948B 对 这是新兵 对不对 即将要月月配的债券ETF 他的殖利率6.44% 那这是预估 因为他还没有目 所以他的特点 就第一个 他是投资全世界 不是集中在美股 第二个 他是投资公私债 那公私债 其实相对弹性 比公债又再高一点 但是他应该是投资等级的吧 对 现在发ETF 我们有规定 只能发投资等级的ETF 只能发投资等级 对 他一定不能发 只有在一般的基金 才可以发非投资等级 ETF一定都是投资等级 所以说他确实 已经注意到之前几档债券ETF 失败的原因 所以他把它分散到 第一个我不要说全世界 我就不再投资美股 第二个我去投资公私债 再来原本的高股息ETF的优点 我也纳进来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我要月月配 我也要10元价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吸引力在 但是之前很热很疯的高股息ETF 你的建议是 当然就看你怎么做吧 那眼前很多人就看到一点 因为五月六月 就是这些高股息ETF 要继配的时候 对 要除息的时候 而且这些高股息ETF 在过去的期间 大概一个礼拜之内 都可以填息完成 然后你看到他的殖利率 动辄大概也都6% 7% 也就是说很多投资人 我根本不管你藏鲜怎么样 我就买了赚你配息填息 这也是一种考量的方法 我觉得如果你基于这点 去买这些高股息ETF 我觉得还是可以赚到 要一点点甜头了 好